台三线车速快飙车多 这路口没有红绿灯 居民进出是既危险又不方便 立委徐欣颖召集了相关单位 到了新竹县关西镇四个路口来会看 包含了玉衔街、长安街、南兴路口 车祸事故不断 要争设红绿灯保障出入安全 台三线桃园往关西路段 下坡车速快 夜间飙车组也多 通往东安国小的玉衔街口 十年来就发生五次死亡车祸事故 地方争取设置红绿灯 左转跨越对象 执行车常闪避不及撞上 居住超过200户的长安街路口也是 去年就有重机歧视的死亡车祸 立委徐欣颖召集相关单位现堪改善 高原交流道打通了以后 这边沙石车什么车一大堆往这边过 去年重机就死一个在这里了 台三线跟玉衔街的这个路口呢 经过委员在中央的努力加上那个今天跟公路总局 还有我们的县府交旅处达成共事 这个路口呢可以去设置红绿灯 那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尽快 那希望如果快一点看是不是有机会 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就可以开始动工 接着来到景山路口 台三线执行车道数不足 车辆执行常占用左转车道 盼将右转车道开放执行 会刊的结果呢 会将该路段做更清楚的标示 在之前会有左转专用的标示 以及右转执行等标示 来舒缓交通并减少民众的这些罚单 最后来到南兴新城路口 弯道未划设缺口 居民进出警示性低 曾因为跨线被车撞后 还要赔偿对方交通没保障 那因为双黄线的问题 那因为这一边里面 有好几十户的住户 那车子要进出 那因为跨越双黄线 那都会被直接检举 那造成地方相信的困扰 那也希望公路局能够听取 我们地方的声音 那尽早把这个缺口开出来 将牵涉闪灯 提醒路口来车 三处路口将优先设置 预先接红绿灯 其余两处 带公路总局交安会议研议 守护居民出入安全 所以说这个宣优先